国学校成为避难所 本该无忧无虑玩耍的小朋友 搭起帐篷躲避战国 被困在家下的女孩 想到艰难处境忍不住大哭 一旁的妹妹还天真笑着 六个孩子的父亲表示 以色列政府要他们往南逃 但根本没有交通工具 多希望外界能帮忙 年仅四岁的幼儿 在奶奶安抚下入睡 她的家在空袭中被摧毁 物力十四个家人全数罹难 以色列空袭不断 加萨各地持续针对 被炸毁的建筑物进行搜救 年过六十的老人家站在废墟旁 无能为力 顾不得身上有伤 也急着想找到家人 全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涌入了大批伤患 有婴儿被裹着毛巾抱紧医院 可能因为医疗量能不够而走向死亡 急需外界伸出援手